巴巴图咬住树皮吸管的位置 一定在头部 我便估摸出了对方后心的位置 一连往泥水下炸了三刀 锋利匕首的刀身长约25公分 一旦说击中目标 非得把这巴巴图的前胸后背戳透了不可呀 这一招视如破竹的连刺 还未等到使完 我心里边就咯噔一沉 泥水拍打手腕的感觉告诉我 敌人的肉身不在树皮吸管下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 接起的泥点还没有完全落回水面 我只觉得右侧泥面上哗一分 一面黄泥模糊的黑影中 闪着一点锋利的白光直刺向了我的脖子 我上身猛然前倾下押 躲过了致命一击过后 左手反抓着对方 几乎擦在我的后脑头皮而过的手腕 钢琴拿住巴巴涂一只手臂 他另一只手握了他匕首 带着水飞起来的泥点 直刺向了我前倾的胸口 我急忙丢开了左掌里边的手枪 再去擒拿对手 持第二把刀进行攻击的手腕 啪的一声 虽然遏制住了敌人这一招横刺 但是对方的爆发力着实凶猛啊 我只觉得胸口一疼 便给对方锋利的刀尖 划出了一道十公分的口子 若不是我蛮力惊人 可与之抗衡非得被他的匕首刺进肉里 十公分不可了 我一咬牙利用自己坚硬的额头 对准了巴巴涂的鼻蓝骨 当地声猛砸 使他向后裂起了一下 这才完全的把他的双臂 拧到了自己的胸前 这个家伙重心厚道的同时 沉在浑浊泥塘下的一只脚 哗啦提了上来 后硬的军靴跟 哐的一声踹中了我的下巴 煞时间的疼得我是两眼冒金星 眼前发黑眩晕 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夹在我手中的两只胳膊 趁机被挣脱出去 巴巴涂整个身子 后仰进了泥汤里 我挨着他这一脚猛踹 也躺进了泥水里了 面对就一定肉搏实力的人 在短短四五米的距离 即使说手枪就在腰上 也不再实用 因为从拔枪到瞄准射击 最少需要一点五秒以上 在这样短暂的厮杀距离 匕首攻击或勤拿格斗 可不到一秒钟 便将这拔枪者一击倒地 所以我和巴巴图都没有拔枪 我甚至连拔出第二把匕首的时间 也不敢耽误 我们两个起身之后 像两只跳起来 对撞的青蛙一般 再度扑打在一起 彼此死死地掐住 对方的二头肌 额头顶拱着额头 叫起了劲 泥水从我们两个的头发 脸颊上不断地滚落 两张猙獰的面目 呲牙耸鼻 透着凶狠 恶毒地对视着 这个时候的我们 简直就是两头趴在 牛铃身体上的雄狮 喉咙风滚着 愤怒地低吼 争吃瘦肉 谁都不肯退让半分 我故意把咬紧的牙齿 刺得格外的夸张 舌头使劲地顶堵住 上下牙壁和的缝隙 使巴巴图凶狠的眼神 犹如两道闪电一般 与我的目光激烈胶着的对抗 像粘在了一起 见时机成熟 突然 我猛地往后一抽脑袋 砰 对准了巴巴图 怒睁得的同龄大眼 喷出了半寒在喉咙里的泥汤 这一招寒沙射眼寄出 对方的眼眶里顿时 布满了泥沙颗粒 迫于条件反射 他只得急速地闭合起了眼睛 如同瞎子一般 暂时失明了 瞅准了时机 我后仰的脖子 又绷起了一股力道 额头酷似一把大铁锤 狠砸巴巴图的左眼窝 一连三个重击 对方的眉弓 豁然裂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心红的鲜血 顺着他眼角流落了下来 滴滴答答地 直往泥水里坠落 砸到第四下的时候 对方虽然仍迷着眼睛 看不到东西 但他已经迅速地反应了过来 我只觉得两条胳膊上的肌肉 如同给铁爪嵌入肉似的疼啊 巴巴图沉在泥水里的一条腿 再度悄悄地收缩上体 我本来以为 这个家伙又要踹我下巴 便想趁机抱着他踢来的大腿 来一招接腿摔 若是换在普通的地面上 没有泥水的阻力 我还可以在抱住 对方一条高边腿的同时 猛踢他站立的另一条腿 如果说对方硬挺着不倒 那便利用连续的低边腿 直到把对手的脚踝活活地踢碎 可是这个巴巴图啊 并没有顾忌重演 哗啦一声泥水扬起 我整个身子竟中了对方 一招后仰式的兔子登鹰 可鹰声声地蹬出了水面 掀翻到了半空 我只听到耳旁呼呼声风 接着啪地震 整个后背随即平直地 拍进了泥水里边了 这一击重衰 几乎是把我的内脏 颠反了个个 胃叶带着血丝 直冲嗓子眼啊 令我顿时感到喉咙里 一股咸腥味 身子一跌回泥水 在下沉的过程当中 我便拼命地拨动四肢 找回了重心 快速地站立了起来 巴巴图 由于是后仰登飞的我 他自己呢 也没入到了泥水里边了 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呢 从泥汤里边站了起来 谁都不会给对方拔枪 或者拔鼻手的机会 此时的巴巴图 已经用手揉了几下眼睛 略略地恢复了视线 但他的右眼角鲜血 依旧顺着半张脸颊 往下倾注 然而这个家伙呢 丝毫没有恼怒 他那密封的眼神里边 仍旧激电着沉稳和凶狠 于是我们两个第二次 向两只跳起的半空对撞的青蛙 双双抓死对方的胳膊 又扭打到了一起 这一次 身体对抗的强度 似乎比刚才大了一倍 所谓人机三倍力啊 他毕竟给我砸上了眼睛 而我也给他中摔了一下 厮杀的火焰 在这条烂泥沟里边再度暴涨 如果此时悬崖也在 弄死眼前这个劲敌会容易得多 我只需要将他手对手 脚对脚的锁住 悬崖过来扎他几刀 八八图也就一命呜呼了 可是悬崖呢 既然迟迟不来 就说明他遇到了更麻烦的事 就算悬崖追八八图跑过了头 我也不能再有其他遐想 个人的实力强大 那才是根本 我必须完全打消等待援助的念头 全身心地依靠自己 和这个八八图打个泥死我活 我和第一手 公布站在泥水里边 搅着劲的四条手臂 已经压到了两人的腰下 我们两个不再像水牛斗架一样 额头顶着额头 而是我的右耳朵 贴着八八图的右耳朵 彼此歪着脑袋较劲 如果不这么做 或者哪一方历练收训 耳朵或脖子会给对方一口撕药掉 一大块肉下来 这一点可毫不夸张啊 所以呢 我要拼命地 遍住对方的头 不给他张嘴咬到我的机会 而八八图也是这么想的 像我们这种大级别的拥兵和猎头者 如果带上拳套去擂台上与优秀的拳手打比赛 多半呢 不会获胜 因为比赛规则呢 有许多限制 比如说 肘击不得分 不可戳对方的眼珠子 更不能攻击对手的下体等等等等 可是要是到了荒郊野外 遭遇生死恶斗 那些拳手便逊色许多了 铁血战士的致命擒拿招数 会残忍地把拳手的骨头脱臼 在这片孤寂杂乱的泥林 我和八八图心里边都清楚 彼此只有杀死和被杀死两种结果 这里唯一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 而我和八八图的打斗 正是这四个字的血淋淋的血照 所以一切攻击全部有效 牛打 最终是我们两个体力不支 重心不稳 最后两个人抱团栽倒进了泥塘里 我忽然感到 这场厮杀进入了一个黑暗无边的世界 听不到的一切也看不到一切 这里就是地狱 看谁踩着对方的尸骨爬上去吧 黑暗窒息中 我的耳朵眼不断地咕噜噜噜地冒泡 泥塘直灌了进来 宛如无数个虫子在往耳膜处聚集 我和八八图依旧死死地抓住彼此 将对方狠命地往软泥底下按 意图把对方憋死 并且当我们两个一栽进泥水下边 我们俩几乎同时松开了右手 转而去掐对方的咽喉 把对手存在口腔和胸腔里边的氧气给挤掉 在这种酷似掉进酱油缸一般的黑暗中 凭借泥水底下的波动 我仿佛察觉到八八图在向后蜷缩他的两条小腿 这个家伙屁股后面 一定藏有力气 想必是要利用腿后跟去夹匕首 将锋利的刀尖蹬进我的小腹 想到了这儿 我后几辆倒抽了一股寒气 立刻用自己的右大腿 并到了八八图身后 勾缠住了他的动作 同时呢 我的左腿也插入他的身下 两只脚背成碰撞式挂钩牢牢地锁住了这个 距离惊人的家伙 因为我若仅用一条腿去阻止他 自己的下身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袭击 泥水下的力量抗衡 最消耗体内的氧分子 足足两分钟过去了 任凭我们两个肺活量再大 谁都再也憋持不住了 各自松开了对方 纷纷地挣扎着往上窜 无独有偶啊 我们两个谁都不心存善意 即便说在这个肺部 快要像气球爆炸一样难受的瞬间 双双还不忘蜷缩起身体 冒足了最后一口气力 踹向了对方的胸口 如果说踹到对方 既借助了对方的力量 使自己快速上升 又能够呢 缓解对方透气的时间 两个人憋在这个节骨眼上 哪怕提前争取的半秒钟的时间 吸入氧气 都足以成为生死的伏笔了 我们两个人 纷纷蹬中了对方的胸口 扭打在一起的两具肉身 犹如声道指定高度的卫星 忽然解体分成了两半 朝各自的后方摔去了 一跃出泥水 我和巴巴图都暂停了攻击 贪婪的大口地呼吸着 巴巴图沾满了黄泥的脸颊上 眼圈乌黑 鼻腔已经出血了 看到了他 我也抹了一下 自己酸痕钻脑的鼻子 手上同样是黏糊糊的血迹 看来我们两个都让泥汤给呛到了呀 巴巴图的煤工 还在滴滴答答的渗血 而我齐腰高的泥水面上 竟然泛起了点点腥红的涟漪 凭借着痛楚 我低头一看自己的胸口 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出水的时候 被巴巴图的硬点皮蟹给踹到了 那条十公分的刀口 整条伤痕的尾部 又额外地裂出了一道 三公分的不规则的口子 巴巴图 已经吸足了氧气 见我低头犹豫的瞬间 他突然做了一个闪动 我知道他又要扑来 便咬牙迎击了上去 当我们两个第三次 像两只跳起在半空对撞的青蛙一样 欲要擒着对方扭打的时候 巴巴图居然做出的是假动作 他看似要扑而来 可刚发力到一半 突然做出了转身逃跑的姿势 事已至此 都已思达到了这步田地 我哪肯放过他呀 身体便依旧义无反顾地跃起 准备重拳 垂得后脑勺 瞬间之际 已将身体背对向我的巴巴图 突然向后一跃 以腰为肘 右手直直地抡出了一拳 我这才明白啊 他原来不是逃跑 而是引诱我扑追上去 趁机给我来一招 挥手流星锤 我可是深知这一拳的威力 青蛙把人急晕 丧失了继续格斗的能力重择 把人下巴和头骨震碎 活活打死呀 要知道 我和巴巴图这种杀手 一记重拳的破坏力 至少在五百公斤以上 而腿踢 吸肌 肘肌的破坏力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 搏击比拳击 更容易打残疾运动员的原因了 腾在了半空 即将落到巴巴图身后的我 本该那急忙 列起右臂 收缩护住自己的头部 可是 我却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将折叠收拢的 臂肘平着横扫 向外用力顶 以肘肌格斗 只听得咔嚓一声 接着便是响车 尼琳的嚎叫 巴巴图中了我的黑暗防御 它抡过来的直臂 外侧肘关节正好 顶在了我向右 横弓的肘肌上 任它肌肉再发达 任带再坚韧 骨头也承受不住 这么狠的力道 什么叫黑暗防御 这就如同木棒击打铁柱 力气用得越大 铁柱对木棒的折断的破坏 也就越强 正是如此啊 巴巴图的攻击力 被我利用关节剂 累加到了对他自己的攻击上 并且是硬碰软的 反作用回去 看着巴巴图的一条手臂 反关节弯成了90度角 折断处 上时浮肿冲水 即便隔着厚厚的衣袖 那突然鼓掌而起的一圈 犹如测血压的时候 突然打满了气体 还是看得是格外的明显的 机会就在眼前 双脚落稳的 我对准了巴巴图后背 就是一个猛推 使他爬起一脚 啪倒在泥水里边了 我再度跃起 双腿加起在他的后腰上 反手其拿过 他另一只好手便 按住了他的后脖子 发了狠劲的梦 与你底下按 这个家伙 嗷嗷地嚎叫着他嘴巴 咕噜一呛水 便再也听不清楚 我只觉得 他胸腔内发出了 呜哼哼哼地挣扎痛苦之声 我依旧咬紧牙关 足足按他在泥水下 逼了六分钟 见他哆嗦 抽搐的四肢逐渐僵硬 这才手脚一软 松开了敌人 随即呢 我拔出军血里的 另一只匕首 揪住了巴巴图的头发 将他的脑袋 从泥水下提出来 对准其咽喉 蹭 磨了一刀 我胸口的割伤 还在一血 就急忙爬出了水沟 巡押当初赠送我的 那只绿色帆布小包 还丢在十几米远的矮树下 拿出里面的药品 我快速地揭开了胸口衣巾 沾满了泥水的两块 脱骨的胸大肌 展现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用毛巾擦干了周围的泥水和污血 左胸肌下去 一道 泛着薄薄白高的皮质 透出了红色肌肉的刀口 十分的醒目 我从包里边拿出了一摞纱布 塞进了嘴巴咬住 我再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扒开了有些外翻的伤口 用装油点钉的小瓶子冲洗着 这一瞬间 那可真是尊心的巨疼啊 嘴里边的纱布被牙齿研磨得支支支响 清理完毕之后 我在刀口上撒了一把止血消炎粉 又在伤口附近的肌肉处注射了一支破伤风针剂 然后呢 打开了一个烟盒大小的铝制小盒子 用镊子夹住泡在酒精里的弯钩 给自己缝合伤口 最后 我用纱布盖出伤口 再用胶带粘牢 这才感觉整个人虚脱的要命骨头 似乎都要散架子了 从矮树下躺了十来分钟 还是不见悬崖的踪迹 我的心里边不免担忧 难道说它陷入泥潭了 还是被八八图在前面就给干掉了呢 我用纱布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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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了妥博的硬盖子